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它轻轻在中间割一刀 然后用匙羹在线上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边都是一样的 这样就整个西柚撬出来了 好 接着我们就将西柚从外面切成一层皮 我们将西柚肉移动一切切成一层皮 现在我们将西柚肉移动一切切成一层皮 现在我们将西柚肉移动一切切成一层皮 然后将西柚肉移动一切切成一层皮 这样就可以去除中间的衣 我们大约需要切成三个西柚肉移动一切切成一层皮 好 煸出汁后我们开一个火 然后将其体积 即将其过一个 譬如这里有半煲 我们将它收到成为这里的三分一 收干到差不多之后 我们才倒些蜜糖下去 这样就会成为一个蜜糖西柚的汁 好了 接着我们就要准备一些香蕉 不说你不知道 香蕉和西柚的味道很配合 但是我们不要选择太熟的香蕉 起点的糖分就太高了 这样就会很肥的了 因为我们这件事已经要加蜜糖了 所以其实香蕉不太甜都可以的 那我们将香蕉切成片 接着就很简单的 只不过是用点心思 将西柚和香蕉梅花间粥砌 然后砌入这个西柚皮的杯里面 最后一个设计 砌完之后 我们就将刚才的薄荷叶 为什么这些薄荷叶会浸在水里面呢 因为其实当你不用它的时候 在这个厨房的高温环境里面 薄荷叶其实任何香草都是的 它很快就会枯萎 萎缩 然后就死去 而且它是很臭的 它是很臭的 很臭的 所以就要把它浸在水里面 来保存它 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将一些薄荷叶 把它拆出来 然后 切碎它 放入糖浆的汁里面 放入糖浆的汁里面 放入西柚上面 然后 你喜欢的话 可以放入冰箱里 把它冷藏 冰冷它 那当然就好吃了 然后 再放入一块 装饰用的薄荷叶里面 哇 真是新鲜 好像一个很厉害的甜品 但其实 它又不是很肥 在减肥的时候 也可以为自己吃一点点 这些甜品 开心一下 今天就是为大家介绍 这个西柚香照 塔 这个鸡蛋 拜拜